在那个MyViewBoard提供的部分 除了这个MyViewBoard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数位教室 数位教室 那这个数位教室呢 数位教室我们会先需要进到 它的官方网站 所以麻烦各位 请你克隆浏览器打开 然后直接进到MyViewBoard MyViewBoard B-O-A-R-D 直接进到他们MyViewBoard的网站 这个地方 然后请你去登录 我把网址贴到讯息列上面 好 请各位到那个MyViewBoard的网站上 现在有听到声音吗 登录到网站 到网站上之后 请你输入1 有进到那个网站的 请你输入1 好 那到网站之后 请你在右上角 右上角这边 登录这边 请你选择登录 好 那各位登录的时候 注意一下 请你要用 这一个Google登录 用Google登录 然后请你用教育处给的那个账号 不要用你们画人自己的 用教育处给的这个账号去登录 因为刚刚讲过 权限不同 登录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叫做Classroom Classroom这个就是它的数位教室 这个地方蛮神奇的 如果各位直接要跟学生互动的话 其实这里还蛮方便的 你登录之后你会看到你的那个教室的名称 好那我先不要进数位教室 我先讲一下刚刚要讲的那个账号绑定的部分 好各位在你的账号 好请各位注意看一下你的账号这边你的人头这里 这里有一个编辑账户跟一个follow me 这两个选项我稍微讲一下 如果你要去编辑账号里面 这个地方可以改你的教室的名称 就是在这里改 在你的人头的编辑账户里面 人头的编辑账户里面 这里就可以改你的教室的名称 这个名称会建议你用简单的英文或数字 好那如果你有跟人家重复系统会告诉你说 这个名称别人用走了 好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直接修改 如果你不喜欢太长的名称 好就可以在这边做修改 好再来如果你要绑定 绑定你的云端硬碟 好还有绑定那个classroom 在这边请你选follow me的选项 好follow me的选项 那这边呢 在云端整合服务里面 这里就可以选择绑定你的google云端硬碟 你去做绑定的动作 然后把你的账号输入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在classroom的地方这边 也可以去做绑定 好所以这两个地方就可以绑定你的云端的部分 好这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那其他的就是你的预设的背景 或者预设的这个魔术笔的形状 这些你就可以去做设定 好那我们回到首页 好回到首页 你在登录的状态下请你选择 数位教室classroom点进来 然后他会跟你说小铅笔准备一下 请你等一下 然后他就会帮你开好一个云端的互动教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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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